这双不满皱纹的大脚居然来自一个巨型魔怪 他抓住脚下的女孩就要将她吞掉 好在精灵族的大花及时赶到 猛地踹向巨魔的脑袋 这一下激怒了他 狂暴的巨魔静止冲向人群 随手滴溜起弱小的人类就丢了出去 场面一度失控 危急时刻 精灵基地放出一枚时间控制器 只见精灵国的人马兽 扑斥一下踩动开关 悬浮在小镇上方的时间控制器立马启动 截戒内的时间突然被定格 精灵们使出超出人类认知的仪器 将在场所有人的记忆都一一清除 然后派出精灵小兵 将巨魔用绳子吊起来带走 作为第一次来到人类世界的精灵 大花对这里充满好奇 他四处游荡 欣赏着地球的夜景 却不料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人类偷袭 一针马醉剂就让他落了地 大花不能泄露地下精灵国的秘密 殊不知 小铁柱不但知晓精灵国的存在 还想通过精灵寻找神器的下落 原来铁柱的父亲投走了精灵族的圣物 但他却消失了 铁柱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对方声称只有交出圣物 才能救回他父亲 是精灵族的反叛者绑架了他 不仅如此 他们还想统治人类和精灵全族 但必须要得到圣物 铁柱并不清楚圣物长什么样 好在他很聪明 在父亲留下的日记中找到线索 原来精灵是真实存在的 他让管家藏匿在精灵可能出没的地方 只有精灵才能找到圣物的下落 就这样 最终低到了在人间四处探寻的大花 另一边 由于圣物丢失 地下精灵国和人类世界的结界 已经开始出现裂缝 一只地底怪物通过缝隙跑到人间 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分为两个世界 人类居住在地面 而精灵族生活在地下深处 人们却并不知道精灵的存在 他们的科技文明高度发达 不仅远远领先于人类 还一直都在暗中保护人类的安全 但是精灵族赖以生存的圣物 金玉米却被盗了 对于他们来说 金玉米就相当于人类的太阳 是他们生命的源泉 但种种迹象表明 铁柱的父亲有作案嫌疑 因为他一直在坚持研究地下世界 他坚信人类能和精灵族和平共处 大花被捉住后 精灵族长却发现他的定位突然中断 然后立马放出时间控制器 将铁柱家笼罩起来 随后派出精灵军队开始出击 万万没想到啊 管家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三下五卓尔就干掉了整个先锋队 他们派出矮人族前去营救大花 矮人族天生就是偷盗的好手 因为他们有特殊技巧 可以将嘴巴掰成比虎口还大的锅 还会前边大嘴吃后边拉 最后直接从墙壁里钻出来 但他能准确地嗅到宝贝 将壁画取下来后 竟发现了一个保险柜 他的毛毛可不简单 能直接打开保险栓 想不到里面竟然放着精灵族的圣物 原来这一切竟都在铁柱的计划内 铁柱搜遍了家里所有角落 单单没有找到存放神器的保险柜 根据父亲留下的笔记 他利用精灵挑手找到圣物 与此同时 精灵族反叛者也得到消息 他迅速将族长围了起来 抢夺精灵军队的控制权 然后下令夺回神器 只见精灵飞船从天而降 巨魔被五花大绑在飞船上 他可是精灵中的头等异类 然而反叛者 打算利用他来抢夺藏在铁柱家里的神器 面对大批反叛者 屋内几人决定联手对抗敌人 束缚被打开 砰的一声 巨魔静止冲进室内 嗯嗯 这么酸爽吗 他的头真铁 头铁归头铁 这个小可爱还有傲娇的小脾气哦 他狂暴起来 简直不是人 毫无目的的横冲直撞 迷一样的自信 也不知道会不会在日落前撬辫子哦 矮人见状 立马将金玉米丢进他18寸的嘴里 铁柱趁机朝巨魔开枪 非但没有对他产生任何伤害 自己还被巨魔抓住了 危急时刻 大花借力吊灯 一脚将巨魔踹翻在地 巨魔跳着抓住吊灯 想要逮入精灵 可他却忘了自己的体重 天花板被拽得太疼 松开吊灯 他也跟着吊灯掉了下来 眼看就要砸中铁柱 管家一把推开他 自己却被死死的压住 他和巨魔同时没了呼吸 大花可是善良的精灵 他用魔法将管家复活过来 但外面的时间结界却已崩塌 时间裂缝吞噬着这里的一切 所有精灵全都仓皇逃窜 唯有大花还在坚持解救人类 时间控制器也在此时分崩离析 外面的事物都被吸进了时间裂缝 大花手持金玉米使用魔法 瞬间周围金光闪闪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 所有裂缝都被修复 同时也将铁柱的父亲 成功地传送回来 大花带着圣物金玉米返回精灵世界 看完你会不会感叹 时间冻结很牛嘞嘞嘞 堆叠的特效比剧情更吸引人 颇有暗黑风 对主角的刻画过于明显 不过对于儿童奇幻题材 游戏动画场景也足够了